9月18日星期一的早上时间 最近天气比较热 股市市场似热 特别是美股 现在是7月 农历7月 用6月令7月到9月尾 仍然是7月 有很多不可思议事发生 像美股有新高 标普突破2500点 很厉害 导致也不差 导致也创了单周账幅记录 所以很厉害 刚才说到到了9月 9月中过了 指数期货 美国都过到期 这季度差不多要卖单 全球这一潮大家都一起升 这不是我们打边去估计 很多人都见到这些东西 但想告诉大家 现在的人是谈慎的 人们不太相信亚洲升 连带亚洲都升 如果在9月埋打 但事实上仍未做到新高 现在刚刚十周年 姜阳海啸之后 亚洲的确算是最迟的上升 如果这一潮年最差 会否有调整出现 今周美国会议息结果 会有甚麽相关的反应 大家可以注意 息口 很多人都说到不会变变 但这次问题是 大家要知道 能否再加息预期 或是否今次会做缩表 或是更加落实地缩表的时间 变成今次的意识 会有事给大家想象 缩表唯一的事可以做 因为星期五公布的经济数据 其实是优多于起 8月份零售销售还比下跌 8月份美国工业产出有增长 而且是2009年5月以来最大增长 但这问题就来了 因为零售销售下跌 但工业产出就升 产出去了哪 这是一个大问题 美国近期有报告出了 消费信贷相当大 民众的借贷似乎是去金融海绍市的水平 但你又见不到生意的状况 但问题是人们洗钱的模式 我们之前已说过很多次 洗钱模式已改变了 可能以前没有储蓄计划 有钱就洗 甚至先洗未来前也有 但因为有几个风据了 虽然不是五十多个州都刷了 但在电视上一定会见到很多风灾的画面 你是美国人会否很高兴地消费 当然有钱也要先带着 应该是这样的状况 其实不止美国全球都在改变 甚至乎欧洲 如果说到欧洲就要提一下英国 英国其实美国加息 英国亦是相同样的事情 是相加息的问题 不过要说一件事 七月一说个鬼故事 让大家知道 英国的央行长卡尼 突然有人拍到他 他在早两个月在白宫出现 什么意思呢 他是否去见公 很多人都在讨论 因为你只得美国那位 有没有其他人有机会 除了一些高性救员工之外 卡尼竟然有出现 所以上星期英国央行说加息预期 他挺跟随美国的风 所以有人说他是加拿大人 他去了英国 加拿大加了息 上星期英国说加息 最早加息的是美国 即是他是自己人 去到哪里就加拿大 所以大家要讨论 他很无厉害 他没有理由出现白宫 那里不是酒店 我过来住两天而已 是否真的有机会 他不打东加打了西加 这方面大家可以留意 英国面临分手费问题 始终拖累着他 还有 大家突然之间出现恐怖袭击 虽然今次这宗 有些不多似 很有组织 只是一个塑胶桶 里面的确有炸 但炸不到 真炸弹 真的像土炮 可想大想象空间 但人客人的商多 令到气氛紧张 所以大家要想 英国是否有很多售家 如果是因为ISIS 不是很关系 整个欧洲曾经做过殖民时代 国家的确有很多世仇 老实说 但那些应该都逃了 在下面等你 最多下面复仇 不能在这里 不知为何会烧到那里 可能是因为受到美国拖累 可能你只可以这样说 但大家要注意 是否代表了 其实英国或近日 会否有重大变动 另外也看到 绑相对地又强了 但亦不能不透露 绑相对来 那么多中欧洲货币是最弱的 因为之前脱欧 其实差了两千点 差了两千多点 现在的矛头似乎 在欧美方面比较多新闻 还有欧洲 有媒体说 预计明年 QE会再次投资 规模大约每月150亿欧元 其实是说QE仍在继续 未完 是否这样的情况 因为美国刚才也说 就算不加息 都已经说了缩表 所以欧洲始终未可以 山水口 这也是有少少隐忧 过了九月 欧洲会无法改变 之前的预期是九月和十二月 他一定会评计 九月也议员式 估计九月应该没什么动作 反而看今星期 联邦处备局和日本欧行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动作 应该都有些动作 因为大家要知道 星期六日除了我们常关心 北韩有没有问题外 大家要留意到 日本突然宣布提前进行大选 我想告诉大家 这是相当大的赌博 安倍晋三是相当鼓滑 这样做会令在野党没时间组织 大家还记得 如果不是北韩寄了两三月导弹 经过日本海 其实安倍晋三的支持度 跌至低于30% 竟然北韩是帮他上升 有时大家有些东西很微妙 反而原来肥仔金射这两下 是帮了日本 因为日本人会有危机 他们就相对团结 所以可以借助这机会 我们一致对外 不要搞对 然后呢 因为有很多人想取笑日本 你又说系统不高 你为何不射他 射不到 你为何每次都拿来出气 但大家有点古怪 其实日本就算怎样搞也好 因为日本有限制 美国人不会买太长程的导弹 所以几百公里的 就算你怎样改 我卖了所有先进武器给你 都好 对本人来说是根本没可能 没用的 所以大家就想 如果是这样的话 现在可能是一个 的确是会令到 南韩或日本 都会加增加很多军费 你们就没得及格了 但大家又要小心 有时我想告诉大家 大家要看结果 美国人没有大伤害 因为你还没射到我 但你现在搞到你真的七个这么乱 你想想 整个亚洲区 连大陆又说 连北韩都不能让他做朋友 他真的没有重返亚泰 但事实上你发觉现在更坏 是没有一个可以做到朋友 连日南韩也说 我都要弄核弹 那边又弄核弹 我真的很想告诉大家 别人有核弹 你又有核弹 其实没有意思 老实说 你说不让人用 但你自己又说 你有我要有 其实大家要知道 核弹是在损害地球 不是为了报仇雪恒 不可以拿这一样 你有我便要好下你 所以这样下去 对大家都搞到整个亚洲 不过又说 其实北韩方面 近期又剩下了一点 当然出口术多了 但真的做那样 例如演习或试导弹 他刚刚过了的制裁 导致金正恩告诉你 我们还要集中全国力量 去继续发展 这不知怪谁 因为很有趣 现在美国人觉得有制裁 是中国人不让步 但事实上是你撩他 为何你不去解决 他不是你盟友 其实很有趣 你又不当我是盟友 你又当我是敌人 但事实上你又要我帮你 但你又不会当我有盟友 那个级别的东西 我叫你做的事你又不帮我 这件事挺影响 但始终现在的情况 虽然未去到僵持的局面 但其实都没有解决的办法 所以大家要注意 似乎现在整个包含事件 会变成了每个国家 尤其是变成了政治工具 包括日本、美国 可能都会是这样 大家知道 特朗普可能会借这个有效的 所以大家要小心 可能是一些大家不情我不怨 但都可能会令到冲突升级 说到亚洲 不难也要谈谈国内的事件 星期五的股票市场跌了一些 整体A股跌了0.53% 深城指数跌了0.07% 赛业版方面跌了0.19% 但成价格仍然存在 因为始终股市不是很差的情况 但有一个比较差的情况 就是谈谈虚拟货币 或者电子货币 这些限制似乎突然越来越紧张 香港这边听不到有人说 因为炒比特币 但我想告诉大家 星期五那天波幅相当大 可以延期多一个月做交收 希望大家知道 如果没有碰 便不要再碰 事实上 至少跌一半 就算你指上富贵 就算你再买下去 因为你要知道 未来最麻烦是交收 怎样去抢回货币 变回真是你的钱 比例 你武功很高强 没用 要用来看 所以大家要小心 国内在国内有些假期 但限制完全做不到 有很多说法 对人民币无法搞 不能用人民币交 所以转快做美金或其他货币 国内做不到这一顾 所以大家要想起 国内竟然是最大成交 是有一些事是有危险的 迫着要炒海外投资 亦有很多方法 因为政府有没有自由进出 所以对国内人有一定的风险 而且肯定政府不会保你 你自己贪心 所以要小心 所以就变成了一个 所谓offshore的交易 可能有机会比较大 即是海外的交易 机会比较大 所以大家对着这些变化 如你所说 真的不要尖手比较稳固 看看故事好 因为时间过了 我们唯有谈到这里 下一个环节再谈 拜拜